天氣開玩 敗留人民 敗留人民 高聲怒吼 由台電員工串聯的南北徒步遊行 5日起從屏東恆春開始 接力步行北上 19日終於抵達檢察院外面 目的是反對電業法修法 恐讓電價大幅上漲 受害最大的就是電價上漲 如果電業法修正之後 多了一個一般受電業 那他可以買低賣高 還可以開放職工代書 職工代書這一段 他不用負擔電網的成本 所以說負擔成本的人變少了 所以電價至少第一階段 就會先上漲1.42倍以上 電業法以後 台電公司就是政府只管 那個書店的部分 因為財團可以直貢 直貢就直接貢店 他可以跟飯店跟大企業簽約 他的店經過國家的線路 國家的線路 他只要付很便宜的過路費 另外磨蘭地颱風來襲 造成停電停水等災情 台電台水員工雖然緊急搶修 仍無法立刻全面恢復水電 搶修進度讓行政院長林全相當不滿意 要求指派副總成績以上主管到場指揮 等修好以後再回來 這一期話也讓台電員工相當不滿 在四天內就已經復原近九成以上的電力 對 所以說院長這樣子講的話 員工感到非常的委屈 員工任勞任怨 不眠不休 一天只有睡三四個小時 在路邊吃便當 都還是要盡力搶修 那我們希望說院長可以給台電員工一個肯定 雖然行政院已澄清林全不是在指責台電同仁 但台電員工的不滿就此又多了一樁 《經紀日報》葉斯敏 陳月威 台北報導